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看阴阳他们之间的关系 阴阳的关系 首先讲到的是相互交感 什么叫相互交感 这里的感 讲的是感应 交 讲的是角合 内经当中这样告诉我们 说天地阴云万物化醇 男女勾敬奈何人情 还给我们讲到了 积阳为天 天是怎么来的 那么是阳气 挥居而来的 那么什么叫做地 天地形成以后 天气要不断的下降 地气要不断的上升 天地之气在不断的运动过程当中 发生了感应 产生了角合 这样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就形成了 所以阴阳的交感是维持整个自然界动态平衡的重要前提 当然作为我们一个人体来讲 我们的五脏六腑等等的生理功能要向正常 那么它也必须是阴阳二气相互交感的结果 比如说 我们在后面谈到脏象的时候 心 它里边有着心气 有着心血 有着心阴 有着心阳 如果心阴不足 就会导致心阳偏抗 而出现阴虚阳抗的一系列的症状 反而回来 如果心阳不真 它又不能腿动心血向前寻情 这会导致气虚血淤的表现 再比如说 我们在讲到肾的时候 也要谈到肾的阴 肾的阳 那么肾阴和肾阳是一个平衡的 那如果说肾阳亏虚 那么它就会表现出阳虚则寒的 未寒知冷 精神不振 阳为早泻 精冷不淤 拱寒不孕的一系列表现 那么反回来 如果肾的阴虚了 它又会表现出阴虚则热的一系列症状 比如说 潮热 倒汗 失眠 多梦 焦虑 烦躁 五心凡热 等等 所以只有搞清楚了 我们今天所学的阴阳学说 后面的藏象学说当中 才能真正的领悟 才能真正的搞明白 所以阴阳的相互交感指的是什么呢 阴和阳两者之间是不断地运动的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他们发生了感应 发生了脚合 这样产生了新的卧着 维持着自然界 维持着人的一个动态的平衡 比如说 我们后面在讲到藏象理论的时候要谈到 脾所转树的水骨精微之气 要给了肺 在肺当中和肺所吸入的氢气 粮子要结合起来发生感应 最后就要产生一个新的气 叫做中气 所以这就是绞合的一个过程 所以阴阳的交感是自然界存在的前提 那也是我们人体存在的前提嘛 所以这样讲了 说生命不吸 交感不治 一旦阴阳的交感停滞了 生命即可终止 那如何更好的理解交感 比如说 比如说 有一个人来自于南方 有另外一个人来自于北方 南方的人往北走 北方的人往南走 最后在西安这个地方见面了 人家两人一见面 人家就有了感觉了 那不仅仅有了感觉了 人家两个人还好上了 好上最后人家还组成了家庭了 最后产生了脚合了 生了个小孩儿 这就叫做阴阳的交感 维持着自然界的动态的平衡 它是新的事物产生的基础和前提 这叫阴阳的交感 其二一个呢 我们谈的是阴阳的互跟互用 在互跟互用当中 我们谈三个问题 一个叫做互跟 阴阳的互跟讲什么呢 它讲的是阴阳两者之间互为根据 互为前提 一方的存在 是以另外一方的存在为前提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我们给另外一个人在讲了 说你在哪啊 那个人说是我在上边了 那你在哪个上边了 是吧 你所谓的那个上边 是和我这个瞎边相对而言的 你再比如说我们平常开玩笑了 说你是不是一个男人 那个人说了 我怎么不是 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那你和谁相比的 你是和那个娇笑柔弱的女子相对而言 叫男子汉 是不是 如果没有女人你还叫男人 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男人你还叫女人 所以他一定是相对而言的 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新的词 比如说有些女同志在讲说 我呀我就是个女汉子 那你那个女汉子 为什么要加个女汉子 你咋不和男汉子相比的 是不是 为啥你把你自己叫个女汉子 那说明你在女人当中为养 你是和那个什么 和那个女人里边的淑女而言 你才叫个汉子呢 你这个女汉子和那个男汉子比较起来 你还叫个阴 还是输个阴 所以叫什么 互为前提 互为根据 一方存在是以另外一方的存在为前提的 其二一个呢叫做互用 什么叫互用啊 男女搭配干活补类吗 中国人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要出去干某一个工作 一定要讲究的是男女比例的平衡 男女比例的平衡 他就叫做阴阳的平衡 阴阳的平衡 它才能起到一个相互的促进作用 互更互用 就讲的是 阴阳双方之间 任何一方对另外一方 都具有着相互的滋生 助长和促进的作用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深深知道其中的道理 尤其是在干某一些工作的时候 就讲究一个男女搭配的平衡 为什么 因为自然界的生物当中 所有的雄性动物都会在雌性动物面前 表现出他自己的强大强壮能干 所以人家说男人爱表现 不是在哪都表现 在哪表现啊 在女人面前才表现的 你不能随便表现 那么人家自然界所有的雌性动物 在雄性动物面前都会展示出自己那一份什么 细腻细心温柔之美 所以女人爱打扮爱漂亮 给谁看的呀 给男人看的 她自己又看不见 所以不是有这么一个词吗 女为越挤着容啊 那个地方的容就讲的什么化妆 所以女人每天在家里面化妆 在这张脸上抹上一道又一道 抹上一层又一层 忙过来忙过去 忙了一个小时才把这个脸擦完 给谁看呀 男同志看嘛 所以我们大家不是还有一个词吗 说孔雀开瓶 随便开啊 不是的 所以一方对另外一方 具有着促进的作用 具有着促进的作用 因此在用到我们义学当中 比如说我们在后边讲到 后边的旌旗学谨业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一个词 说这个人气虚了 说那个人血虚了 说那个人气血亏虚了 你看 气虚了血虚了 气血亏虚了 这是大家经常挂头嘴上的词 那么从隐阳的角度上来讲 七为阳 血为阴 阴阳两者之间互为根据互为前提 一方存在 一方存在 另外一方存在为根据 同时它们之间又具有着什么啊 相互滋生的作用 相互资助的作用 相互资助的作用 所以当气虚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要去补气了 而血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养血了 但是在补气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 佐以养血啊 而养血的同时 我们又会佐以养气 为什么 就是因为阴阳之间 具有着相互滋生 和相互助长的作用 它虚了 你把它一补 然后你再补一补它 就会让它更好起来 所以在治疗学上 唐朝的王冰讲了这么一句话 叫做善不阳者 于阴中求阳 阳得阴住全缘不解 翻回来 善不阴者 于阳中求阴 阴得阳住生化无穷 这就是从阴阳的护根 互用的机制上 来确定的治疗方法 所以不明阴阳者 学不好中医 后面在很多很多地方 都要用到阴阳学说的内容 齐散一个 阴阳的互根互用 讲的是阴阳的护藏 什么叫阴阳的护藏 它讲的是阴当中有阳 阳当中有阴 这个自然界当中 不存在古阳的 读阴的是我 说这个人特别男子汉 增增铁骨啊 一身阳刚之气 同志有没有阴的一面 有 所以有一句俗语叫做 男儿有泪不清谈 但只是味道伤心出 所以再阳刚的人 也有着他柔的一面 翻回来 再柔的人 也有着他刚性的一面 所以有些人经常这样 在B2K前吹呢 哎 几个人在个地方聊天呢 这个男同志 那个男同志 聊自己家媳妇呢 这个说 哎 我家媳妇可贤惠了 这个说呢 哎 我家媳妇更贤惠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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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拉了一溜溜 他家媳妇怎么好 果真如此吗 你家媳妇就那么贤惠吗 就那么温柔吗 来 你回去把我比急了试一回 兔子急了还鸟人嘞 你回去把他比急了 他一定会连哭代骂 连喊代叫 连提代打 连抓代挠 那种什么性就出来了 阳性的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 阴中它藏有阳 阳中它藏有阴 所以在我们隐阳的这个土里边 这边是阳的 它这里边一定就有着阴的 这就叫做阳中有阴 同时这边是阴的 那么它里边一定有着阳 这叫做阴中有阳 互藏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阴阳的互根互用 七散一个 叫做阴阳的对立之乐 什么叫做对立之乐 它讲的是阴阳双方 一方会对另外一方产生解抗的作用 制乐的作用 就一方对另外一方会产生解抗 会产生制乐 举个例子呗 大家听过这种讲法没 比如说 有个邻居 在这个邻居家里边呢 就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从小就交生惯养 交生惯养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姥姥姥爷都惯他 惯得很厉害 现在二十多岁了 二十三四岁二十四五岁了 上学没上下 工作不好好工作 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到底他每天在干什么 谁也不知道 踢飞打鸟 有手好心 爸爸一说和爸爸上墙顶嘴 妈妈一说给妈妈顶嘴 把妈妈还气哭了 爷爷一说也不行 奶奶一说也不行 反正全家人都管不住这孩子 管不住 所以别人都说 这孩子怎么现在成这种样子了 这可咋办呀 同志们你们说有办法没 有 啥办法 什么 派出诉我抓走了 你咋这厉害的 你这叫做法家的代表人物吧 跟上商量学的吧 那你说怎么办 请在我们老百姓中间去找智慧 我们的老百姓一定有这样的智慧的 忽然间有一天 这家里边来了个阿姨来串门子来了 两个女同志在聊天 聊天的过程当中 这个孩子的妈妈想另外一个女同志在诉苦 就说自己家这孩子如何散长如何凉短 最后那个阿姨出了一个主意 说你是这样的吧 你赶紧给我去找个对象 说个媳妇 给他娶个媳妇回来就好了 嘿 人家这家人一听了这个话 最后就给这个孩子找了个对象 娶了个媳妇 一娶了个媳妇还真好了 这孩子是每天按定时间的回家来 按定时间的出门子去 找了一份工作 虽然挣钱不多 安安心心再工作 同志们为什么 一物降一物 卤水点豆腐 这个孩子在家里边 你当爸爸的当妈妈的管不住 因为你是父母他是儿子 你两个人之间没有阴阳属性 你就制月部主 那谁能制月主啊 给他有阴阳属性的人能制月主 那谁给他有阴阳属性 媳妇吗 是吧 儿子儿媳妇 这是一个层面上的事物 可以划分阴阳 儿子属阳 媳妇属阴 当然你这个阳得听我这个阴的制月 所以儿媳妇发挥了女人的那一种柔美细腻之性 就把这个男孩子的什么下 阳刚之性给他制住了 柔可可刚 这就讲的是阴阳的对立制月 女人如水嘛 什么的力量最大 水的力量最大 你前面就是有座山 水照样水满金山寺 所以水的力量才是最大的 因此童子们请记住 这个世界上人类当中谁的力量大呀 女人 然后常常制服于你无形之中 你不得不服气的 对立制月 一方对另外一方 具有着什么 解抗性 对立性和制月性 就是它的作用 好了 来 把这两个问题看一下 同志们 这个地方讲的互跟互用嘛 互跟互用 我们说 一方对另外一方 具有着滋生的作用 助长的作用 促进的作用 这不是一个推动性的作用吗 这个推动性的作用 我们在物理学里边 能不能把它理解成一种动力呀 可以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对立制月呢 它讲的是意志的作用 解抗的作用 那么这种意志的作用 解抗的作用 是不是 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阻力呀 是的 可以 那么来看 这两个同时存在 同时存在 啊 两一对隐阳之间 既存在着互跟互用 又存在着对立制月 它同时是存在的 既然同时存在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块 所以它就等于多少了 它就等于了零了 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 是我在它阴阳属性的作用下 既存在着互跟互用 又存在着对立制月 在这种互跟互用和对立制月 两种力的作用下 维持着什么呀 当一个物体的受力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物体将做的是 对了 匀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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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种 稳态 既然是个稳态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和谐态 它就是和谐的 所以任何事物都是在这种 互跟互用和对立制月 两种作用下维持着它的动态平衡 我们整个三界之所以维系着动态平衡 就是因为我们自然界当中 既存在着阴阳的互跟互用 又存在着阴阳的对立制月 才维系了它的平衡 一年四季之所以周而复始地去运动 是因为它既有了春分又有了秋分 既有了夏至又有了冬智 既有了三阳又有了夷阴腐蚀 既有了三阴又有了夷阳腐蚀 就是在这种阴阳的互跟互用和对立制月的作用下 维持了整个自然界的平衡 同时我们一个人之所以维持了我们自身的一个整体的平衡 维持了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是因为我们人体当中 它本身的阴阳处在一种平衡状态 比如说肺气再降 肝气再生 一生一降 互为阴阳 比如说胃气再降 脾气再生 一生一降 维持着它的动态平衡 比如说心当中既有着心阴 又有着心阳 心阴和心阳之间 极有着对立的制月 又有着相互的促进和滋生的作用 在这种作用下 维持着心的平衡 同样的道理 肺肝脾肾 都是在这种作用下维持着它的动态平衡 所有的脏腐都在维持着自身的动态平衡 那么人体这个整体的结构也就在维持着自身的动态平衡 所以从阴阳的角度上来讲 从中医学的角度上来讲 人为什么是一个健康的人 阴贫阳密 人为什么发生了疾病 阴阳历绝 所以阴阳学说 时时刻刻在指导着我们对人体生理的认识 对病理的认识 那么在后边我们在学习心肝肺脾肾等等等等 脏象理论的时候 经常要用到阴阳学说的内容 所以这是一个哲学的观点 这是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 那么既然阴阳之间维持着一个稳态 维持着一个和谐态 所以大家对这个图也就不陌生了呗 叫什么图啊 瞎说 有些人说它叫八卦图 这么八卦的人 这个图一定不能叫做八卦 什么图啊 阴阳图 也可以把它叫做阴阳语 也可以把它叫做太极图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 生八卦吗 来看看这个图是个什么形的 对了 当然在平面上了 就是个圆 是不是啊 为什么是个圆 为什么是个圆 你看如果放到一天里边 这边这个地方是日中 这个地方是夜半 是不是啊 所以整个这个头 为什么是个圆的 数学里边讲得很清楚嘛 相同的肘长 圆的面积是最大的 对吧 那我们现在把它想象开来 阴阳它不仅仅是一个圆的问题 它最后是个啥呀 你看打太极的时候 这样去打它是个什么样子的 球体的 没问题 所以为什么它又是一个球体 相同的表面积球体的体积是最大的 对吧 体积又叫什么呀 体积又叫融 所以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 我们经常讲 有融乃大 所以经常告诉大家的就是 人一定要有度量 要有包纳性 尤其是一个男人 要有胸怀 胸怀应该有多大 常常告诉的我们叫做 胸怀要虚 像什么一样虚 像山谷一样虚 所以还告诉了我们 要融别人的短处 要用别人的长处 所以也在讲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这些话都可以用隐阳学说来解释清楚 所以有人在讲说 学会营养能干嘛呢 学会营养 小则可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例 中则可以治理管理一个企业 大则可以治国 不为良相变为良医吗 过去人们当不了大官 行了我不当了 我最起码还能当个医生呢 所以叫做一如是相通的 一如是相通的 所以隐阳学说学会了 管理企业可以管理好 经营家庭也可以经营好 好多人都在讲说 我们两口子的关系很紧张 请你来学隐阳学说 隐阳学说学会了 你两口子关系就不会紧张了 还紧张啥呀 你学会了隐阳学说 你就会怎么啦 你就会像隐阳的这个图一样 就会圆了 就会像隐阳的球一样 积圆了还滑了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圆滑 啥叫圆滑呀 左是要方正 左人要圆滑 那么左人要圆滑讲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见了领导 说领导好 见了下属 骂下属 见了同事 挨礼不挨礼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两面三刀 表里不一 这是不是就叫圆滑 那不叫圆滑 那叫奸渣 那什么叫做圆滑 圆滑就讲的是 我们要有度量 我们要能够容纳下别人的意见 要能够听进去别人的不同的意见 有则改至无则加灭 对待我们的同事 对待我们的朋友 要看到人家的长处 要容下人家的短处 就像一个圆 就像一个球一样 要怎么 具有着包纳性 宽容性 做一个有胸怀的人 这就叫做圆滑 而并不是让你在那地方玩奸脏 所以你想 如果你把阴阳学说学明白了 你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总 你就变成了一个有胸怀的人 你可以纳下你的员工的不足 你可以发挥你员工的长出 你每天不是面对员工横加指责 而你面对员工是寻寻善诱 那我自然而然相信 你这个企业会蒸蒸日上 因为你本身是一个有胸怀的人 而有胸怀的人 常常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那么员工何尝不是给你在学呢 有样学样吗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阴阳这个图 也就是谈到了阴阳到底能够干什么 好了同学们你看 阴阳在互耕互用和对立制约的两种关系作用下 维持了一种动态平衡 那么这种动态平衡 也就是人们经常讲到的叫做消长平衡 消就是讲的制约 长就讲的是促进 在这种制约和促进的作用下 维持着他们的动态平衡 平衡存在自然界和谐 平衡存在人体健康 平衡存在任何事物都是一种美好的事物 所以在中国的汉字汉语当中 经常这样讲和和齐齐和和美美和气生财和为规 都体现的是这个道理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你要使用阴阳图或者你要画阴阳图 你必须和我这个图画的一样了 左边左边为阳于头朝上 右面为阴云头朝下 必须如此 为什么 因为内经当中明确告诉我们 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 左右是阴阳的道路 那么就是左升右降 左边升右面降 所以阳于一定在左面 阴于一定在右面 所以这也就是你当年给你爱人结婚的时候 去照一个结婚证上的照片 为什么男同志在左边坐着 女同志在右边坐着的原因 男左女右 男为前 前为天 天为阳 女为地 地为坤 坤为阴 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儿 好 好 我来一次 好 estiv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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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